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提过这个如窑的美人窟 这次呢 我想介绍一下这个北宋观窑的夜白窟 好 开始的时候呢 请你看看这个东西 它很详细的照片先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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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了这个东西 这个固的照片了 我就要跟以前一样 在这个节目里面呢 我分三段来解释 来贡献我的思想 第一个字呢 就是这个菇的特色呢 它的底有个框 所以框为第一个字 第二个呢 这个菇呢 它的颜色是越白 还有越亮 越白 我看来是越白颜色 所以越字为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呢 我就要为帝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菇呢 跟这个宋徽宗皇帝 很亲密的关系 我解释 不但是他今世 而他前世 在中国 你在网上你看到一些资料 他们说什么呢 说宋徽宗前世 是李毅 104年后呢 李毅 就成为这个宋徽宗的皇帝 所以他 我用这方面地质来解释 这部分的资料 第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框字 你看一看 这个框 就是说这个菇呢 有一个记录 有一个记录 这个框字呢 它的字 我们放大来看一看 第一行是说中宁五年 第二行是说边境官窑 归行是说张家造 这块呢 我们就能够 记录的知道这个 这个孤是哪一年造的 宋徽宗有五个年号 所以这个年号呢 是第一个崇宁五年 冠山也提出边境 边境是那时候 首都就是开封府 那个官窑呢 就在这个首都 这开封府边境里 中国的文献呢 有记录这个官窑这个词 这资料呢 我是从网上找到的 说这个 这个股呢 就是官窑的产品 重复一下 这个框呢 我们就知道第一的年造 哪一年造 第二城市 而且呢 哪一家 创造的 宋徽宗呢 是个书法家 所以我们 来看看这个框 那个字 一个字 这个罩子 我们看得到 这个罩子 有不同的写法 如果这个框呢 全部用它的书法来 创造 那是更好的 我们比例一下 现代用 现代的陶瓷的框 所以你看 现代的没有说是哪一年造 也没有说 是哪一家造的 从这研究 我可以说是 这个官窑的股 可能是世界第一个 商标品 很好的商标品 很明确的商标品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顾的话 那它的框 我就觉得 这个跟品牌管理 有联系 有关系 而且呢 我对这个标志的设计 也有进行过研究 第二部分呢 我们就看 那个叶字 你看 宋徽宗写的日叶 那个日那么小 那个叶那么长 那么大 宋徽宗写 那个叶字 用那个受精体字 也很特殊 这里就分明的说明 它的叶字 它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那就是刚好中秋节 那么我看 我们看这个 宋徽宗 他写的诗 中秋有中秋月的诗 那这里呢 我也拍一些照片 月亮的照片 这个是从我窗外 在新加坡拍的 那个月亮 很接近的中秋节 我们大家来 欣赏这个 夜亮 记得这个是 从新加坡拍的 以前的人就喜欢 赏夜 赏夜亮 去录影 这个夜亮 很接近的 夜亮 这个月亮 还是特别的 圆 对这个 宋徽宗来说 这个月亮 他很 喜欢 他 一一只的 圆 就愿 这个月亮 长圆 可能这个圆 这个 菇呢 上面也是 它的口是圆 它的底也是圆 以前的人 他看到月亮 他反映 在这个 池里 的形象 这句 愿夜 长圆 是哪个 时期写的呢 我们可以 看一看 就是在 它的 末时 北宋的末时 写的 我看一看 这个网上的文献 那有说 这个 陶瓷呢 大多是 宋代时候 是月 白为多 有的 省字 接近 亮白 我们再看看 这个照片 夜亮的照片 在我研究 这个 孤的时候 我还 看 全 那个 市面 那个 孤的市面 而且 找到一些 很好的 资料 有的 形象 很像 正方形 有的是 六边形 还有 就等要 这个 三角形的 等 变 三角 形的 形象 这方面的陶瓷研究 还没有人 去研究 这方面的 这里我们就谈到 这个 这个 孤上面的 线 一条 一字 从下 到上 的线 古人 就把这个 说为是 好像 牛的 毛 而且呢 在这个 官窑 这个 白 池上呢 大多数都是 由 灰色为多 做 这方面的 研究 就 看一看 这个 菇 这些线 它的 颜色 我是用 这个 这个 APP 来 来 来 确定 这个 颜色 这就是 很像 大多数都是 灰色 为 为 主 我记录下 这多方面 这个 这 菇的 多方面 它的 它的 线 它的 颜色 跟上次一样 我就算一算 这个 Golden Ratio 它的黄金比例是 1.648 很接近 也很接近 这方面 它们算的标准呢 就是 1.618 这里 我们就谈到 第三部分 那个 D字 是呢 对这个 轮回领导 能力的 研究 很感兴趣 这方面的 研究呢 我发表在 这个 中华 管理 的一个 杂志上 就是 那个理论 是很简单 就是 那个 灵魂呢 就是 轮回转 这方面呢 我是 应用 这个 西战 他们的 Kamapa 他们 一致的 轮回 在这方面呢 西方也对 前世的 研究 很感兴趣 在这方面呢 我对 这个 传说 说 宋徽宗 是 李懿的 传世 感到 兴趣 在西方的 研究 他们说 轮回研究 在 面孔 会有些 相似的 这里 你看一看 西方的 例子 是 尽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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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需要多研究了 草字他们认为是荒草作品 荒草作品 你们还记得 宋慧中还有一个受经体的书法 可以说宋慧中有两面 一面是风黄的一面 另一面是贺礼的一面 那就很符合道教 叫营阳的思想 一个风、一个礼 今天我要贡献我一个理论 就是说宋慧中为例子 它是前世为基础的 而这个官窑、陶瓷、那个文 影响到他创造这个草字的书法 符合道教营阳的思想 他的性格有两方面的 这理论我用这个图 简单的来表达这个理论 在这个节目里面我要提供 一个很重要的理论 理论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点就是 宋慧中他的爱好 他的才能 他的书法 各方面的呢 起源可能是在礼仪的前世 但他在皇帝的时候呢 他对艺术很大的兴趣 我提供一件就是 可能他的荒草的书法 是从这个 孤的文献影响的 就是说你看这个宋慧中 他有两方面 一方面的书法是很理性的 就是寿经体 写的很规则的书法 第二方面呢 是荒草的书法 荒草很乱的写法 所以这个方面呢 可能有道教的影响 道教是营养 所以我在这个节目上面 就提供了一个 这个重要的一个理论 好 我们再看这个图 这个图上描述了这个理论 谢谢你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 你可以跟我在微信上联系 好 我不能为大家的 好 好 啊 啊